海陆佩搭 今天用花甲配上鸡来做到鲜甜味美的特色菜 刚买回来的花甲放到大碗中 加入清水 再加入少许的盐 用来吐沙一个小时 准备一只鸡先把它拭洗干净 接着把处理好的鸡砍成小块 鸡块还好放到碗中 来把鸡腌制下 加入适量的盐 来点蚝油 少许的老臭调色 来点生抽 来点花生油 把它抓拌均匀 充分抓拌均匀后 放一边腌制30分钟 来切点姜蒜粒和葱段 炸锅中下油把油烧热 油热后倒入姜蒜粒爆出香味 爆出香味后 倒入盐制好的鸡块翻炒一下 炒至变色后加入少许的料酒 继续翻炒 把它的香味炒出来 好了 鸡的水分已经基本炒干 香气铺皮了 现在我们倒入没过鸡的水 这个是开水 盖上锅盖 调中小火 煲20分钟 这个时间来把做好大的花甲 搓起一下 一号把水分稍微沥干 我们的鸡煲到差不多了 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倒入花甲 把它铺平一点 盖上锅盖 煲三分钟 时间到 调大火 一上点水淀粉 搅动一下 把汁收浓稠一点 汤汁收至浓稠 撒上葱段 光火出锅 这道花甲爆鸡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啊 鸡肉的香和花甲的鲜香 融合在一起 再加上鸡肉 入味又有嚼劲 是一道非常不错的下饭废韭菜 大家好 我是小燕燕 小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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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燕 牛肉 草鑽的肉 肉 油肉 牛肉 牛肉 咖啡 爸爸這是翅膀嗎 還是殼是因為翅膀 爸爸我要吃一百個 爸爸總共買了都沒有一百個 吃一百個 嗯 吃個碗 吃個碗 你要吃到明天去